认识到错误是正确的一步 但更重要的是 采取行动 纠正制造一中一台的错误行径 回到一个中国原则的轨道上来 我还要指出的是 中立关系受挫的是非曲直十分清楚 为自己的错误行为开脱 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也无助于中立关系的改善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谋求台独分裂行径 必将以失败而告终